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大家不要跟风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思想 一开始被影响到的圈子受众群 粉丝当然是有错 但是现在全网黑小站就算发现了怨气 但这样的你也不是自己愿意看到的吧 如果此事继续发酵 那么将是更加糟糕的后果 已经不是两败俱上可以形容的 反正这件事中一定会有第三方得利 正在最前面的人 冷静下来想想自己是不是被当了靶子 又是谁在怂恿你们出头 自己躲在暗处羽翁得利呢 小站的人气一发不可收拾 还有很多带播的剧 我们很是期待 这一次他主演的现代剧 与小花杨子联手 你们是不是有些好奇 到底两人之间会存在着什么样的爱情故事 虐心故事还是甜蜜撒糖给我们大家 小站不仅仅在勇士作品上有着不错的成绩 在唱歌界也有两把刷子的 那毕竟是以组合的形式出道 经过专业的团队练习过 有着很多次的演唱会经历 每一次你在舞台上的精彩演艺 粉丝们都是非常喜欢的 台风相当不错的 当小站拥有着超高人气的时候 你也没有因此骄傲 更是虚心的向很多前辈学习 这位爱笑性格爽朗的大男孩 是不是很吸粉呢 小喵送给站站这样一句话 不经历一些事情 怎么强大自己的内心 未来的你已经会更加优秀 只要经历起压力 才能看见属于自己的阳光大道 看着这双清澈有神的大眼睛 小喵有些心酸 平时生活中 性格开朗的大男孩 是在为自己竖起大拇指 还是在为自己加油 看你的粉丝宝宝们 一定会与你同在 小站在参加一档 音乐姐妹中 实不相瞒的说 与那颖老师两人的精彩联妹 真的可以看出来 站站的实力还是很强的 不一样的曲风 貌似在大山上 都可以完美的驾驭 当你从偶像团体走出 到现在的全能艺人 只能想到现在的你 陷入了这样的风波中 很大一部分人都在支持着你 为你打抱不平 不希望你经历自己 所饰演的电视剧情节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